有意義反對的請舉手 反對 反對 好 謝謝大家 贊成的請舉手 贊成 贊 媽媽找我 你呢 贊成的只有牛許婷 牛議員一票是不是 好 好 謝謝大家 桃園新選風四位無黨籍議員參選人 30號前往登記參選 並在選委會門口上演議會 現行暨諷刺舞台劇 演出還原輔會和協下 導致撫爛預算刪不掉 立民法案推不動的困境 呼籲市民支持 讓新選風進入議會改變桃園 我們在議會 堅持為人民代言 但在這樣子的過程之中 常常發現雙拳難敵四手 撫爛預算刪不掉 公平正義無法伸張 連進步法案都慘遭封殺 那我認為 表示適當立估 我們需要更多 真正為了人民的代議事 真正能夠做到 無黨無派 毫無包袱的代議事 所以我請了我的好兄弟們 這一次一同來參選 一席只能有聲音 但是我相信四席之後 我們可以操作的策略 可以做議題的串聯 可以結合 可以攻防的能量 一定會大幅擴張 那我們跟著桃園升格八年 我們看到非常多有志氣 或是有想法的年輕人到議會 煞雨而歸 那我擔任劉許廷議員助理已經三年 我看到小牛在議會屢戰屢伴 但是我們不放棄 所以這一次我們新選風派四個無黨籍的議員 援候選人 那我們希望衝破議會的困境 觀音區市議員參選人戴兆華表示 桃園升格八年其他區都在進步 但觀音卻是傷害越來越多 政客視而不見 因此他要幫觀音討公道 因為我想我們生長在觀音區 大家都知道觀音區的政治生態很特別 其實政黨其實不是非常重要 不重要都是一些地方派系的利益 可是這些地方派系的利益 其實就深深的影響了我們觀音的一些發展 我們現在觀音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桃園市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業區面積 都在觀音 我想這樣的發展 不管是對桃園市 對觀音區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代表我們觀音人的行程出來 為我們觀音人的未來做奮戰 不管是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我想我們一定要跟地方派系的政治利益 做一個奮戰 然後我們絕對不放棄 中立市議員參選人毛家慶更是痛批 民進黨政府沒有財政機率 桃園升格八年 公堂被花得一干二净 舉債超過千億 實質建設卻看不到多少 議會急需改正縫隙 我們的公堂在它兩任 不但花得一干二净 縣府留下來的現金幾百億 也都花光光 到了今年底的舉債 有人說最起碼要突破1500 高的話可能還要突破1800 那我請問利率還在上漲 如果到了1800億的舉債 他一年光是利息就要多吃掉 明年十幾億的公家支出預算 民進黨的執政沒有財政紀律 相對的借債舉債放煙火式的活動 卻越來越多 這種選舉綁樁 這種華眾取寵 對老百姓不但不公平 還排擠了很多真正的社會福利 議會新選風 桃園新選風 武黨籍立委高級速媒到場力挺桃園新選風 表示武黨籍參選很辛苦或許孤單 但戰鬥力絕對不輸人 希望大家一人一票把桃園新選風送進議會 我們看到在政治上武黨籍的確是非常少數 但是武黨籍卻是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 所以我們要改變所有的選風 所以我們要改變議會裡面的問政品質 就必須靠每一個人一票一投票 我們雖然孤單 但是我們的戰鬥力絕對十足 他們四位是帶著選民的責任進入到議會 所以我希望桃園市的選民增亮你們的眼睛 讓我們改變選風 從政二十年六屆立委都是武黨參選的高級速媒 大力推薦桃園新選風的四位參選人 正值敢言沒有包袱犀利批判不畏權勢 背負著絕大多數的民意而且責任重大 請市民給他們一個機會改變桃園打破藍綠高牆 記者六位一投影報導